人家不差钱 变频器坏了就直接换芯 谁让你给人修啊 换芯的既稳定 也不耽误人家用水 这是旧变频器 你看所有灯在闪 出故障了 全老板说的非常有道理啊 所以直接换芯 我手是前两天受伤了 所以说全老板来拆装 我最后调试一下 给他换的还是英伟腾的变频器 不过是新款的 旧款的已经停产了 整个掀开就可以看到水泵 主回路接好之后呢 直接键盘启动 然后全老板钻进去看一下这个水泵的正反转 正常之后呢 就可以接这个控制线了 这是旧变频器上的接线 我拍的照 然后这边新的已经接上了 咱们看一下是怎么接的 一共没几根线 变频器上六根线 它是和横压供水控制器相连的 这两根模拟量输入 然后这个是继电器输出 故障的时候它输出 就是报警输出 然后就是S1端子控制 S1和COM端接通的时候 启动变频器 先用的参数也要调一下 比如说末日是键盘控制 咱们要把它调成端子控制 也就是把P00.01由0 调为1 这个运行频率下限 这个根据需要啊 可调可不调 我把它调成25 然后这个频率指定选择 这个要调一下啊 P00.07 调成1 00.06 调成2 然后这个停机方式改成自由停车 上电端子运行 停电再起动这个 这个可以不调啊 因为它接的是横压供水控制器嘛 这个不调都可以 变机名牌 这个可以照着名牌设置一下 变频器故障时候是继电器输出 这个要调一下 调到5 就是故障的时候它输出个信号 调到三数没几个 这是调试完了 一切都正常 然后这边 左边是实际压力 右边是设定压力 就变频器也带回来了 人家说修好之后当备用即用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